只能說我這次的對決 阿瑟比我多吃了一場 我剛剛也有一場第二名沒吃到 有了 太早了啦 確實太棒啦 啊 好玩的遊戲值得等待啊對不對 聊天室 今天的最熱血的 絕地求生M 現在開吹馬上開玩 沒錯 今天又要跟大家玩絕地求生M了 等一下會那個找人組隊 你們如果有想玩的話可以交我好友 聊天室的各位 現在有沒有人要來一起玩的 因為我們這一次呢是有一個活動 他生前兩天一工商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看到 前兩天玩這個時候 他要跟我尬吃雞 他吃幾隻雞你們有記嗎 那麼我會邀請大家一起來組隊 那如果說你是跟我同隊的呢 你就是可以截圖 然後能私訊給官方的Instagram 就可以拿到的是PubGM的周邊 那如果你是成功撞到 場的觀眾 然後你又成功擊殺了我的話 你可以截圖私訊給官方的Instagram 你可以獲得絕地求生M的周邊 那很棒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那個活動 然後我跟阿森還有肉依 我們要比拼一下 我們要比拼一下看誰吃得多 但你們預測成功的話有獎品 他吃兩把 所以我吃只要超過兩把 我就可以贏他 那他吃兩把其實也還好 你毛掌齊了沒 來 請大家加入我好友一下 不好意思 讓大家看到這麼漂亮的人 下面那個留言 我覺得誰誰誰會吃最多雞 他現在那個格式你就複製 然後把名字改成我的 我們這個集氣活動很重要 一定要趕快跟上 來 聊天室有沒有人 輸入ASSEN666 等一下你們那個進來三個人高手 真正的高手 我們直接至少吃兩隻雞以上 那個卡拉筋 然後這一次呢 新地圖有一些機制 那在卡拉筋的世界裡面呢 他其實多了一個黑圈 然後他新機制有那個黑圈系統 那裡面呢 會將建築物整個引爆 他會把房屋區建築物破壞掉 就是他會隨機轟炸 然後轟炸的時候 以前我們都會躲在建築區裡面 而現在的黑圈呢 是他會把建築區給炸爆 也就是說你躲在建築區內 你是扛不住的 然後呢 這一次呢 卡拉筋地圖裡面有很多建築物 他是有勃牆的 這個牆裡面跟 我們以前玩那個射擊遊戲一樣 他多了那個很多牆是可以穿的 比較薄的牆都能穿 這樣子嘿嘿 就可以秀操作了 穿射就是牛 你可能用一些爆破的裝置 就可以把多牆給打穿 然後他還有新增了一個那個投資道具 他可以丟年性炸彈 年性炸彈我覺得操作 比一般手雷難度應該要再更高一點 因為他好像要等一段時間才會爆 然後他可以把那個 牆給炸了 所以其實他應該操作難度 會比一般手雷更高 等一下我們來玩玩看 然後呢 裡面多了一個道具叫做年性炸彈 年性炸彈我等一下剪給大家看 然後引爆那個國強 然後我們話不多說 趕快來先玩 然後等一下跟我組隊的那個人啊 都可以獲得禮品 那這個禮品是什麼東西呢 反正就是他會抽周邊給各位啦 那你們要跟我同隊 組隊以後你們就截圖 然後私訊官方的IG 沒有沒有進來的也沒有關係 反正你就撞場 撞到我的殺到我的人 就有一樣是截圖 截圖以後可以獲得絕地求生的T恤 然後有誰要玩家家我來看一下 絕地求生命 那就求這把 為什麼一直踢整卡拉雞 卡拉雞 這肚子太餓了 卡拉雞 不如我們來下注我會活多久吧 Watch out 幹好像打比賽 怎麼精準不要 畢竟我們在玩射擊遊戲的時候 百分之一百趴 是絕對要精準包圍的 而隊友是直接call了一個B層 左下方的Boss Harrah 別別別別別 出事出事出事 黑圈隨機封炸 這個就是所出生的黑圈 在建築區內的話你是會被炸到的 2X2的卡拉雞地圖 他其實是搶求比較快速的遊戲節奏 快速的遊戲節奏 但是因為他這個地圖很多都是像這種就是你必須要爆破你曾經進去的 不然就是你要從窗戶爬進去 OK 爆炸 有沒有 好 OK 炸開來 這邊就可以下去 好呢 通常你只要炸開來的東西啊 那些地道裡面都會有還蠻不錯的寶物的 3獎 有沒有 2獎 2獎 那就是 這要引擎難了 真的我感覺挺難的 怎麼真的沒有觀眾來殺你 對啊 欸 觀眾 不是 為什麼 已經有槍啦 人皆衝 上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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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囉 大跑 喔 有沒有 這樣就見面掉一隊了 有沒有感受到 聊天室 我真的需要哪一個單G 我看一下 北七啊 有火啊 2021夢幻大逃殺手機生存射擊遊戲 卡拉雞2v2地圖熱血開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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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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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把我的財產全部都留在那裡 蛤? 他什麼? 我不行啊我死了 人家獲得他 唉唷! 哈哈哈哈 哇直接吃雞了 不過像目前數據出來 我如果已經輸給阿森了 好像已經沒什麼希望了 因為我覺得肉依應該那個實力 跟我比起來應該還是 小小有一點落差 因為畢竟 畢竟我還是有一點基本設計 有一些底子 真是太好玩了 好啦這就是介紹給大家新的地圖 好這就是這一次的 絕地求生M新改版 2v2x2的卡拉金的地圖 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也是想要透過這一次的機會 跟大家重新介紹一下這一張的地圖 裡面呢有著黑圈的機制 可酸豆的牆壁 還有的是黏性炸彈 可以去爆破 製造出更多的破口跟出入 提供給大家這一次卡拉金 大家希望不要錯過 下載我們這一次的連結 QR Code拿起來掃描 還有我的聊天室 有輸入到這一次的Facebook的一個集計活動 大家記得趕快去集氣喔 真是說我這次的對決 阿森 如果多吃了一場 我剛剛也有一場第二名沒吃到 那我們今天就玩到這裡 謝謝各位 感謝大家 今天的收看 晚安啦